音樂 音樂 好 剛剛講完了五個訣竅之後 現在要跟大家講穿搭的重點 穿搭的重點我們講的是 洋蔥式的包法 Layering 就是一層一層的上 不要一次就穿很厚重的 裡面永遠先穿一層純棉的薄的 可能是短袖的 然後需要的話再搭褲子 再搭長袖 再搭外套 OK 所以我們講layering 就是養蔥式的穿法 對寶寶來講是比較好的 因為寶寶的它們的汗線發展不好 所以呢 它們皮膚散熱的功能也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穿太多 它很快就會發燒 不是流汗 也是發燒 所以要小心 好 最後呢跟大家講幾個簡單的配件 比如說媽媽常說 襪子需不需要 襪子需要 鞋子需不需要 鞋子不需要 寶寶還不會走路之前的鞋子是不需要的 然後再來它說 帽子需不需要 帽子需要 那蝴蝶結需不需要 不需要 裙子需不需要 不需要 但是 手套是需要的 寶寶在清醒的時候 你可以不要戴手套 在睡著的時候 盡量戴手套 原因是因為它們會抓花它自己的臉 然後最後一個就 哇 那個帽子很可愛 有一個外套很可愛 後面有一個帽T 那個帽子要不要 那個不需要 因為寶寶它還太小 每天都是躺著 它無法站起來的時候 無法坐起來的時候 然後你那個帽子看起來很可愛的帽子 其實只是造成它躺的時候的不舒服 最後一個 標籤 建議找不要有標籤的 像這種直接印在印花 印在裡面就沒有什麼問題 不會不舒服 或者是說 像這種標籤如果它是做在外面的 它一開始把標籤做在外面的 那這樣寶寶根本就不會碰到 就不會容易造成有些皮膚刺激啊 過敏啊 癢啊 抓啊什麼的 以上就是給大家分享的 如何購買寶寶的衣服 就到這裡結束囉 掰掰